衝到民宅裡頭控制住嫌犯 眼前這名身色上衣的嫌犯 是一名打扮中性的女子 聽到警方問話 口中吱吱吱吱打不出來 涉嫌詐欺 遠景花了好大力氣找人 是因為當初被害人報案 被詐騙60萬來領錢的 是一名男檢察官 警方逮到人發現這個詐騙集團 鎖定的都是確診的年長者 因為隔離比較難與外界聯繫 都會用證件調了當作詐騙理由 在謊稱被害人涉嫌洗錢 需要提領現金 這時候郭姓女子 就會假扮成男檢察官登門領錢 警方調查這個詐騙集團犯案區域廣 包括雙北桃園南投台中以及高雄 共六縣市都有他們的犯案足跡 不法所得約五百萬 而郭姓女子落網後 自己承認參與的案件就有二十件 每次抽成兩個月已經賺盡一百萬 這回警方調閱監視器 逐以比對身份 一共抓到三人 移送地檢後 新北地院裁定羈押禁見 詐騙下場等著吃老飯 TVN新聞 王妮無心眼 新北市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